说到国族,可能都是被他们的球技,纹身和胶气好战所吸引,但是还有一样是他们十分在意的,那就是他们的发型,每一位球员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,而且还有一人是平心发型改变旧状,但更讽刺的还是得数恒大驻将高龄的飞机头。 北京时间9月18晚,中潮大战是上海上港主场迎战广州恒大,这场比赛是让整个球场都做无需味,看得出这场比赛是有多精彩,而且赛前两支球队已经是在海报中互相安防,一个是猎鹰,一半则是跨越恒大,是火料位十足。 不过昨晚最终还是上海上港以2比1战上广州恒大,暂时是在积分宝拉开4分差距的手换有望,但在昨晚的整场比赛中,恒大是有机会追平甚至是反超对手的。 在阴影人的事物是在送了整场比赛,那个人就是恒大的核心高龄,特别是在第36分钟的时候,高龄是在恒大进攻的中意外,获得一个反弹到脚下射门的绝好机会。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,高龄是直接一个飞机球,只将球踢过了龙门上,直接一脚高射炮将球轰出了球门,所以很多人赛后都趁他为高飞机。 不过,有的球迷更是发现,高龄的发型和高飞机,这个名字是十分相传,其实高龄这个发型是致敬C罗的,确实是有几倍相似,但如今这个飞机头,却没想到躺枪了。 但在国族中并非高龄这个发型受关注,啊,有很多球员的头发是并不输他们的纹身的,比如说赵明剪的长发飘飘啊,和他踢球的飘逸风格确实有点像,留着一脱小辫子的赵和静,已经称了他的标志了,脾气也很爆,还有就是赵旭日,如今的他是剪成了一个平顺的头发,但其实在年轻的时候,他也是一位追逐风一样的少女。 头发也是烫成狮子头,场上是十分抢眼,不过要是发型转换第一人,那肯定是飞门神王大雷莫属了,中国足球圈内有名的超人。 他的发型往往成为东向标,留长头发,养成金毛,产光两面头发留一大坨的,而现在则是稳重了很多,是变成一个轻爽的短发。 不说不知道,其实发现对于一位球员,来说是十分重要的,因为在每一次比赛前出场,前他们都需要用发蜡弄好自己的头发显得更加帅气自信。 甚至王大雷还曾表示,换了个新发型就是不一样,从头开始,希望更加好运。 这是一个秘密,不过可以告诉大家,他给我带来了很大运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